大家好,今天要講的 topic 叫做 Vortage Vortage 其實就是講一些 cell 能夠為電腦裡面的 charge 帶來多少 energy 例如我們有 9 V 的電池 也有些 1.5 V 的電池 還有 3 V 和 3.7 V 至於要量度 Vortage 我們可以用 Vortmeter 去完成任務 Vortmeter 量度 Vortage 的時候量度的單位叫 Vort 而符號就是 V 接駁的時候 Red Nude 就要對正 cell 的 positive terminal 而 Black Nude 就要對正 cell 的 negative terminal 如果我們要量度一個 cell 它的 Vortage 的話 我們就需要將 Vortmeter 連接著 cell 的兩邊 例如這個情況你會見到 Vortmeter 是連接著 cell 的兩邊 在這個情況下它就能夠成功量度 cell 的 Vortage 又看第二個情況 這個情況 Vortmeter 是連接著 cell 的兩邊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合適的狀況 合適的情況去量度 cell 的 Vortage 至於最後一個情況 在這個情況入面 Vortmeter 是連接著 cell 的 positive terminal 但是沒有辦法連接 cell的 negative terminal 所以這個就不是一個合適的方法 去量度 cell 的 Vortage 如果有兩個 cell 向著同一個方向 它們產生出來的 Vortage 就是兩個 cell 的總和 即是 1.5 加 1.5 等於 3 而這個情況 我們見到兩個 cell 但是它們的方向倒轉 它們之間的 Vortage 會互相抵消 於是它就是 0 V 至於下面我們有三個 cell 三個 cell 向同一個方向的時候 它的 Vortage 就會達到 4.5 V 所以我們會知道 越多 cells 它們連接在同一個方向的話 它就會產生越高的 Vortage 這個實驗 是用來給大家了解一下 到底 Vortage 對於 circuit 入面 current 的影響 如果我們放一粒電的話 Vortage 是 1.3 V Current 是 0.15 A 我們加多一個 cell 在 circuit 入面 然後同時使用兩個 cell的話 你會發現 Vortage 去到 2.4 V 然後 current 也會增加 所以結論就是 越高的 Vortage 我們就有越大的 current 認測